去年年底恋情曝光 时隔九个月 由女方自曝分手的胡歌和江书颖 他们的这段情 可以说每一个阶段 似乎都是娱乐圈的焦点 相对于外界的震惊 胡歌本人却平淡的 好似和自己没关系 该拍戏拍戏 该宣传宣传 近日他更是直言 对于绯闻已然无感 因为你选择这个职业 你就要去承受这个职业 所带给你的一切 当然这个有好的有不好的 所有的事都是会被放大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对于自己备受关注的上一段恋情 胡歌语气淡淡的 然而要知道在恋情公布之初 胡歌的反应却很是极端 一会发微博称与经纪人解约 并同女友分手 一会又秒删说是误会 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会纠结了 可是我觉得 你在得到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得想到 你同时也得去承受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得到的多 你付出的势必也要多 对于当初的种种 胡歌说现在都想通了 工作 现在没有女朋友 就是做这个职业 时间长了 都明白 没有必要放在嘴边老师挂在嘴边说 你能看清她的本质了 就不用去想 她就是这样的 多想无意 眼下胡歌的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自己的心细上 拿起枪打起架 在电视剧《伪装者》中 胡歌首次挑战了一回谍战戏 导演好评连连 胡歌却说自己心里一直有个过不去的坎 这个角色他的年龄的设定是20出头 我已经30出头了 我跟他有10年的距离 你让我去装呢 我真的是觉得好难啊 因为他在里面 他有很多和这个姐姐啊 和这个哥哥的生活中 在家庭里面的这种很温情的这个亲情的戏 然后有时候会跟姐姐撒娇啊 会跟哥哥耍赖啊 就演这些戏的时候 我就特别难受 胡歌直言 转型是顺应规律 让自己再去演以前的那些青春偶像剧 已然不太可能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过了这个撒娇和这个 和耍赖的年龄了嘛 那我自己就心里面过不去 看淡绯闻排斥装嫩 不少网友感叹到1982年出生的胡歌 还没到大叔的年龄 依然有了一颗大叔的心